謝政理事長及合家院長 接下來我們邀請中山醫學大學副社醫院 黃新慧主任為我們擔任此次的座長 主講人由林口長根醫院郭信弘醫師 為我們主講的是MRI Image of High Food 院長 院長 那這樣時間關係我們就開始直接下一堂的那個會議課程 那今天的話我們是邀請我們那個長根醫院的郭醫師來講解 有關海佛在MRI影像裡面的一些特徵 那郭醫師是北醫畢業之後就一直在長根那邊做一些訓練 今天也算臨為壽命 因為本來接了我們那個長部長的一個推薦 那我們就歡迎郭醫師 醫師長 各位前輩 座長 大家好 我是林口長根的郭信弘醫師 那今天的題目本來從講義上的Liam Mayor Saco 就是子宮的惡性肉牛換成這個更廣的題目 因為部長的交代就是在場的除了有醫師以外 還有很多非醫師的護理醫級背景的這樣子的人員 所以希望做一個由生到前大家都可以了解的題目 那首先第一個的話就是要感謝 因為謝謝就是張部長 張部長是這位張部長 就是我們林口長根醫院的大家長 那他好像有事情 所以說他臨時的話跟我說 欸你好像之前有講過這個 有關於這種惡性肉流 然後拿那個Tissue Retrieval 拿組織這樣相關的議題 那今天這個題目也交給你講吧 那那個還有感謝所有養得儀器的所有同仁 然後在我們治療海服的所有的幫忙 那我今天大概把題目從原本的只有Uterine Sacoma 本來是只有講到MRI Sacoma 我拉到Uterine Sacoma 前面我也希望放一點Benight的 有關於海服Image的這樣子影像 那更之前我希望能夠把一些簡單的MRI的一些原理講一下 因為其實每次跳過這個 大家會對一些名詞會有一些不熟悉 首先第一個就是MRI的原理 其實MRI原理是很難搞懂的 其實我也都沒有搞懂過 但是不是一位就是影像學醫師的話 大概只要知道說我們人體身體裡面的一些原子 主要是氫原子 每個人身體細胞都有氫原子 他是混雜排列的 如果我們給他一個外來的磁場 先統一到一個方向之後 他再轉回他原本那個方向 中間他會放射一些物質 那我們的MRI的就是可以去detection這個信號 那所以我們的所有的東西就是好像 好像我們有股票 但是我們又有什麼選擇權又有期貨 都是衍生性商品 所以他的一堆影像全部都是衍生性商品 首先但是衍生性商品裡面最重要的 女生我們婦產科最常看的就是T2 那大家可以我自己對學生教學的話 我就說T2最重要 你就記得女生皮膚水水涼涼 就是女孩子最重要的是T2 那水涼就是膀胱那些水是涼的 皮膚涼的就是皮膚下面的脂肪也是涼的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影像 皮涼水涼 我們大概知道他是T2 那T1的話 以前在學生的時候 就說T1水是黑色的 就黑龍江 然後中間還有一些影像 什麼抑制啊 或是非抑制 就是皮膚的脂肪是涼的 但是因為我們T1主要還要再加一個顯影劑 顯影劑也會讓整個組織變亮 所以在T1的時候特別要把脂肪給抑制掉 然後同時看血管形生血流豐富度 所以等等所有的影像都是跟這些名詞會牽扯在一起 那另外還有大家比較不熟悉的DWA跟ADC是什麼 其實這個也很難去懂 但是這種是很加全加全得到的影像 簡單來講在同個磁場下水分子會有個布朗運動 亂動亂動亂動 那如果細胞密集度很高 水的運動就會很小 然後在我們給它一個能量長的情況下 它衰減就會很弱 影像就會很亮 講完大家其實都搞不清楚了 但是我們記結論就好了 細胞密集度如果很高的話 我們DWA會跟它同步 所以細胞密集度低DWA 細胞密集度高DWA量 就這麼簡單 那ADC是什麼呢 ADC又是DWA在加全的情況下 你給它不同能量的體肚長 然後它在衰減的過程當中 它是開始衰減那個Delta 就是它下降的量 那這個東西它是一個電量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明後常跟影像科 喜歡看ADC 它正好影像會跟DWA相反 所以細胞密集越高ADC越暗 其實將近把說我們所有婦產科 最常用到的MRI所有的原理 其實已經講完了 那所以我們來看說我們實際海服務 在不管治療良性的疾病 肌瘤或肌腺瘤 跟著螞蟻能不能扯上關係 可以喔 大家看到說這個水量 這膀胱蠻好 皮膚的話跟旁邊的肌肉比起來 好像有亮一點 所以這個是水量皮量 這是T2 T2下這顆腫瘤 它邊界margin是clear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 它是良性的 而且它T2信號是滿低的 你可以看到說 它跟皮膚的肌肉負殖器 基本上相等 這種的話大概就知道 D信號好治療的海服 我們再看一下T1 這個是有打腺癮劑的 子宮肌肉層都亮亮的 這個瘤質並沒有特別亮 所以它比子宮肌肉層 獲得血液的能力還差 所以代表它血流差一點 這種是應該滿好治療的 所以海服治療都可以看到這種 都覺得這個很甜很好做 治療完畢之後 我們在術後的一個禮拜內去打腺癮劑 它的裡面中心的血管壞死 就很明顯 我們也可以說 叫做coagulation necrosis 那都壞死很明顯 那這個要治療多久呢 像這種這麼大顆的肌瘤 大概有六七公分 其實我們才治療了一個小時 其實跟手術比起來很快 而且病患的就是這種不舒服程度 變比較低 Total acculation time才4萬 那我們看到影像就可以知道 它舒服好 outcome 其實可以耶 其實早在2007年 那時候還是MMA 以色列MMA的海服 蓋的海服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出了這篇paper 這篇一個日本的弗納基教授做的 他其實就是把 就是跟我們負殖肌的肌肉相比 類似的 跟比負殖肌的稍微亮一點 但是跟旁邊肌肉層又血質稍微暗一點 血流豐富度的話 好像這個最差 這個好一點 這個是最好的血流豐富度 就是它基本上 它已經跟我們旁邊的 就是子宮的肌肉層的亮度還亮了 把它分成三個 這叫Fenaki 1 2 3 這三個type得到不同的 outcome 那其實 outcome那時候都沒有很好啦 Fenaki 1 2 3 最後我們其實束後一個月內 我們看的叫做MPV 就是我們的non-perfusion volume 就是我們打線影機之後的那個 就是它Avesque的程度 其實都不很好 你看Type 1 其實只有53% 到Type 3 最差33% 但是至少統計是明顯的 所以就知道說 欸 素材T2 影像 其實可以知道好看喔 那而且它最後的Volient Reduction 其實也沒有很好 所以在Type 1 它其實縮小了 它是縮到就是40% 等於說它其實還有原本的六成 這是原本的七成 然後這個好像還變大了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知道可以區分數錢 知道反正是效果不一點很好 那在2013年的時候 就是重慶的海部團隊 其實也發表了一篇 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paper 就是它把根據之前 其他日本教授把它分的 它把它分成另外五個東西 這個就是所謂的 Hypo Intense 在T2下 它是第一信號的 類似Fenaki 1 這個是就是類似Fenaki 2 它叫Iso Intense 那Hyper Intense Fenaki 3 它把它分三個 一個是很明顯的 就是混雜的 另外一個是一點點均質的 還有高度均質的 這個區分下來之後 就知道說 欸 它疏後的NPV 就剛講的那個Vascular Rate 有差喔 像這個到達86% 這個的話差一點 77% 整體的如果是Hyper Intense 就是在MRT2下是亮亮的 那一種它其實它的不好 那其中哪一個不好 大家以為是最右邊的不好 沒有 不是 是這種 就是樹中 樹前我們看到這種 這個叫做Slightly Homogeneous Hyper Intense 那其實齁 這個名詞這麼多 我跟內地醫師溝通了這麼久 我發覺內地在講 就是這個影像的中文翻譯 其實跟它這個英文有點不一樣 其實很簡單 這叫D信號 雖然這個叫做 在這個叫Iso Intense 我們的Paper寫說是叫等信號 其實不是欸 其實整體來講 你也會認為它是D信號 那這個有一點幾乎 跟肌肉層完全一樣的 這個我們叫等信號 有沒有 Iso Intense翻起來應該是等信號 但是實際上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在溝通等信號 因為一講到等信號 大家知道效果很差 那高信號的部分 或這種叫混雜膏 均勻膏跟混雜膏 這兩個東西呢 其實效果也還不錯 所以重點就是我們 宿前要把這個等信號 我們又叫做說 Hyper Intense 是Sliding Homogeneous 這一款 你要把它抓出來 因為這種病人 可能要好好跟他講說 你的胎膚可能 不是很適合你 那其他呢 雖然好像治療MPV 只有到達六七成 其實在從2013到2019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現在治療其實效果都更好了 我感覺其實 你只要有做過Premeditation 豎情有給用藥的話 大概其他的四個 都還可以到達85%以上的NPV rate 那我們這個NPV rate的 剛剛其實講過了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大概NPV rate Post-Hyper 大概都有七成的效果 如果我們可以把它區分好的話 Hyper的基本上可以更變一下 是滿好的 愈後的抗生率的效果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過了一個月後 是看NPV rate嗎 不是 我們過了一個月後 開始要看的是Value Reduction Rate 那Value Reduction Rate呢 我那邊大概 以前去重慶海服這邊授訓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數據啦 你術後四個月 大概縮到原本急流的六成 術後六個月 縮到原本急流的四成 4646好像很好記嘛 那我這邊放了一篇韓國的 那韓國它其實治療效果還不錯 這個是好像我目前看到 就是超音波海服治療肌流 那術後的Value Reduction Rate 效果比較好的一篇 所以它術後 它是這樣子 術後三個月 術後六個月 術後十二個月 它的Size剩原本的四成 就是Value Reduction 回到六成 Value Reduction 七成 Value Reduction 回到八成 所以大概如果你可以 已經治療的效果很快 就是經驗很好 你大概可以參考這個數據 跟病人做一個位教 那我們其實自己 在長根醫院 我們的放射診斷 和林錦金醫師 還有林錦金醫師 還有我們張廷章部長 其實也發表了 我們針對MRI以下 還有我們治療肌流的 我們自己的數據 但是這個數據是 我們看那個術前的ATC 我們發覺ATC跟 就是細胞的豐富度 跟我們術前的MRT 其實成正相關 但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治療術後 如果效果很好的 它的ATC的改變 也會有明顯的變化 但是這個沒辦法術前預測 所以跟林錦金醫師討論是說 我們可能術後 還有繼續跟大家一樣 看有沒有辦法 把ADC的特別的數值 在術前能夠做出預測 那針對肌流講完了 那再來是肌線 肌線一個7公分 肌線這麼大顆 大家只要動手術都覺得 這很困擾 非常困擾 那海膚治療怎麼值呢 海膚治療其實效果不錯 大家看到術後的 non-perfishing volume 其實基本上這顆 基本上八成以上 都做得很好 雖然有點內膜 好像有點突破 但是給人沒什麼症狀 那治療多久 也才79分鐘 一個小時 又20分鐘左右 大家知道 如果這台做手術的話 其實要做很久 可能要做兩三個小時 那治療的total的秒數 其實650秒 所以其實對肌線效果也是非常好 那肌線術前的影像 有沒有辦法判斷 它治療效果還是很快 其實沒有太大的辦法 t2的影像已經說了 t2完全沒有辦法預測它效果好快 跟後面的non-perfishing volume 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但是 不管是怎樣 只要是裡面 有一點點的foside 這個foside就是亮亮的 很水的就會亮 我剛說t2是皮膚水亮水亮 膀胱是水也是亮的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巧克力這種組織 是水水的組織 在肌線的裡面的時候 一點點跟很多的狀況下 這個知道術後的non-perfishing volume 會差一點 這個hand paper 其實也是重慶海服團隊 給我們的經驗 這是在2017年發表的 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術前剔圖大概不重要 那現在當然有些治療方法 要不要術前用藥啊 print treatment啊 那這個可能到時候 其他講者可能會有更有經驗的分析 我今天主要是給大家做影像 那我們現在開始講到 部長他給我就是主要先往focus在 其實我們治療最怕就是說 我們沒有抓錯病人 我們抓到癌症的病人給他治療 造成他癒後不好 那我們怎麼樣把他抓出來 影像怎麼看 這反而是重點 Ecauturine Sacoma其實分這三類 這是舊的分類啦 其實這個是整個基直流 所以包含了Lima有馬良性的 然後還有包含一些Sacoma惡性的 那這些惡性的 不好意思我這個地方沒有講到 就是我們這邊Smooth Muscle Tumor MMation Stromal Tumor 其實它Smooth Muscle Tumor 就是我們這種肌肉層跑出來的 Stromal Tumor就是在內膜的邊界 旁邊靠近肌肉層 有一個叫肌質的 這些種瘤如果長出來的話 基本上都跟我們肌肉很像 但是如果說是這種MMT 這種叫Cachino Sacoma的 它除了混雜了這種肌質的之外 它還要混雜那個上皮細胞 所以它會跟我們的內膜癌有點像 因為它們出現的位置不一樣 那我們所有的肌質流 有良性的有惡性的 那我把惡性的 把它特別用紅線標了一下 有Lima Sacoma 像肌流的這種原發型出來的 Stromal就是剛剛講說在內膜肌質旁邊的 但是它很像肌流 有這種Nomation Stromal Sacoma High Grade的這種Sacoma 還有另外跟內膜癌很像的 Cachino Sacoma Adeno Sacoma 那這個是舊的分類啦 因為舊的分類 所以把這個Cachino Sacoma 算在Sacoma裡面 新的分類把它算到內膜癌裡面去 但我先把它拉出來 算到這個整個Sacoma 是因為它們奧康都太差了 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治療 不要miss掉這些Case 不要讓他們的育後很差 所以我還是用旧的分類 Incent到多少 Incent很低啊 十萬個裡面才一個左右 那大家可以知道 Ectopic是差不多十萬個裡面一百個 如果是Nomation Cancer 內膜癌 十萬個裡面大概三十個 所以其實它機率真的很低很低 那我們要怎麼去 而且它不只機率低 它奧康抑後真的很差很差 只要你術後 你只要知道它的分期 大概就知道它能過多久 那我們大概 雖然每個分期有點差異 但是簡單來講 只要是第一期的大概就在子宮內 只要是超過子宮以外 從第二期開始 不管是下腹骨盆 或到上腹肚子 或者已經到遠端轉移了 育後都很差 平均不管是Case no Sacoma Liamia Sacoma Ess 我只不要這三個 因為這是前三名 這前三名的話 Stage只要在子宮裡面的 它還多五層左右到七層 但是只要超出去了 基本上就從三層往下掉了 所以治療效果很差 我們希望不要遇到說 miss掉這樣子的病人 首先第一個 Case no Sacoma 就是說跟內膜癌很像很像的 然後看起來 那組織分類 幾乎就在子宮腔裡面 而且最典型的 它就是跟內膜癌很像 它的症狀就跟內膜癌很像 要嘛就是挺進口出血 要嘛就是大出血 然後長得很快 不管是Sacoma 來一種Sacoma 肚子都會長得很大 那它佔了所有的 以前舊分類在Sacoma 佔了五層左右 那它有個typical的影像 這個typical的影像就是長這樣子 而且更誇張的是 它這個肌瘤可能是因為 透芙馬鈴的這種 有縮上去的 不然的話典型的影像 就是一個大顆的在子宮腔之間 而且它會往子宮頸延伸 幾乎都掉在子宮頸那邊 所以這個是它的影像很特別的 跟一般Sacoma比較不一樣的 那影像上 它其實幾乎所有的Sacoma 都是這三個為主 首先就是 就是有一些證據是 它是image of invasion 還有情略 那T2下跟T1下都很混雜 亂亂亂亂的 T2主要是hyper intense T1的話主要是hypo 但是其實我們主要不看T1 我們看的是T1 contrast 因為有習慣形成 可以看它的 invasion的程度 所以如果Casino Sakoma 看到這一張 其實大家會覺得 這到底是Sacoma嗎 但仔細看一下 皮膚是亮的 膀胱這邊雖然看不到 但這是T1 T2啦 皮膚水亮水亮的那個影像 那T2下大家可以看到 hyper intense 然後heterogenes 這hyper吧 就是hyper就是亮 hypo就是暗 而且看到 這好像邊界有點不明顯 那實際上T1一下 就知道 哇這好像真的有習慣形成 這個都是跟邊界吃在一起 大家可能就知道 這不像陽性 這可能是惡性 那還有就是 它的東西呢 其實剛上個章有 它網子攻擊的 就是子宮內井那邊有掉下來 所以它幾乎都在子宮下 那這個是D2I 這是AEC 可以看到它跟子宮那個 侵犯的 那一個侵略的組織 很亮 所以代表細胞密集度很高 那AEC下是很暗 也代表細胞密集度很高 這兩個一吻合 大概知道是癌症 那至於是哪一種 因為它主要在子宮內膜 可能就是Casino Sakoma 那這種都是要束後病理報告才知道 那要不要這樣 是我們大家最害怕的 因為它真的 癒後非常非常的差 它是Sakoma第二名 那它跟肌瘤基本上就很像很像 不管是癮症或症狀都一樣 也是說一些異常出血 還有肚子髒髒 有一個五盆腔的一個腫瘤 這樣子表現來我們的能症 而且 它大概年紀 大概就是在50出頭左右 那LimeoSat這張大家也很常看到 就是我們病理組織下 怎麼去區分一個良性的肌瘤 還有一個中間型惡性的肌瘤 還有惡性的肌瘤 我們主要就是看它的Metosis 就是有失分裂程度 還有它細胞核的病變 如果說是良性的肌瘤 基本上有失分裂不多 那如果是這叫中間型惡性的這種肌瘤的話 它大概五到九 超過十幾個LimeoSat 我們惡性腫瘤的時候 特別會看說它的 就是在顯微鏡下到底幾顆 如果說它的分裂程度超高 二十三十 大概是要病人的育後程度 又比剛剛講的Perminosis 還要更差 那LimeoSat在影像上 其實跟剛剛講的CashioMuSat也類似 反正 但它影像有個特別就是 它變化太多了 它好像一個魔術師一樣 你會認為它有可能是良性的 有可能是惡性的 等等會把張庭張醫師他的經驗 他做成一張Slide的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會這麼變化這麼大 那其他的部分 就跟CashioMuSat的類似 他就會看到一些侵略的影像 包含說邊界很清楚或不清楚 你要區分好 那不管是T1T2都是很混雜的 那尤其它的中間 因為它長太快 所以它會Central Necrosis 所以這張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個腫瘤 而且它是很混雜的 Hetrogenous 那裡面有很明顯的 Hyper Intense的部分 而且主要在中間 那這個東西 張部長有一個經驗 就是他說有點像雲像圖 就是亂亂亂亂的 他另外很常講一個 在Mini很常講 就是被蟲咬過的 那這個就是說 這可能要有點哲學的概念 然後要想像力 但是我覺得雲像圖 這個真的是比喻很好 就是非常混雜 當然你可能看到很多的腫瘤 也會覺得有雲像圖的 但是我們不是靠影像來診斷 我們還有靠它的症狀 還有靠它其他東西診斷 所以這個雲像圖 我覺得是 在嚴重的拉麵薩裡面 是蠻好的一個資料 那這個是T1 T1我們比較想去看 所以你看一下 T1有沒有一支 它沒有一支 皮膚還亮亮的 那T1 Contrast 才是我們最重要的 T1 Contrast 通常都抑制脂肪的型號 T1 Contrast 一起 那打顯眼鏡就知道說 中間以為是亮亮的 沒有了 其實中間全部都不亮 它跟旁邊的這些 真的有肉質 還有護的組織底下 它都沒有去吸收血 就是吸引劑它吸收不了 所以代表說 中間都壞死了 然後外面是很明顯的腫瘤 這種大家一看就覺得是 很像啦 那DWI的情況下 你要看到周邊 因為中間不準 周邊的組織很亮 細胞豐富度很高 周邊的組織暗暗的 細胞豐富很低 下來這樣 那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張 有絕像嗎 就是它這T2下 也是非常混雜 這個雲好像比較厚 就是沒有像這邊這麼閃 那中間D1 contract下 就是很明顯的central necrosis 這個像嗎 這個是一個大顆的腫瘤 一個大顆的 也是很Hydrogenous 中間有一些hyper intense 而且打了 contract 的時候 大概這一塊 就發覺沒有顯眼 正好在正中間 然後旁邊是有一些hyper的狀況 所以當然這有時候很疏厚 但是可以跟各位講說 如果腫瘤這麼大 在超音波下central necrosis 那麼明顯 沒有人會漏掉 大家都知道說 敢去做MRI 不然就是丟給腐癌科醫師處理 所以基本上這種不會漏掉 那這種的話 我們在DWIR ADC 也有相應的 就是類似鋼長變化 最後有要講的 我沒有把所有的sacoma講完 我就講到第三個 MRI 因為接下來已經是機率太低太低了 那基本上它也是跟肌瘤很像 然後所有的影像也是跟剛剛類似 也會看到一些 MRI 的一些證據 然後T2、T1下都是Hydrogenous的 那T2也是hyper intense 中間會亮亮的 那T1下 可能像跟旁邊的肌肉層類似 可能沒有LIMA長那麼快 所以信號怎麼高 但是也會有一點點central necrosis 所以這個看知道是sacoma嗎 也不一定 但是T1 contrast下 看到周邊有一點不明顯 而且有一點central necrosis 其實這個ESS 我就不是覺得非常有信心 可以看得懂 因為它表現沒有像 Casino Sacoma 跟LIMA Sacoma那麼噁心 可能還是會請放射科 那邊看報告 我才可以知道 不然ESS我覺得我 大概看也不一定看得出來 那周邊也是DWI量 ADCI 所以大概就是這一概念 但是肉瘤真的 就這樣子講完一個影像 我們就知道了嗎 有這麼好診斷嗎 那其實有這麼好診斷嗎 我是覺得有點難診斷 所以這是我另外把一些 之前有關於體積乳出某的一些 同一片整理起來 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臨床有些復刻醫師 其實剛剛那個影像 我們基本上會漏掉的 都不是那種影像的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個大家會覺得 需要像肌瘤 因為我們在門診第一個 都是先做超影鋪嗎 這個我覺得還是會覺得怪怪的 因為很明顯的 Central Necrosis 中心型 像這邊都有空洞 這個我大概沒什麼問題 我直接就抓去做NRI了 但是這三個呢 這三個都是LMEL SACOMA 那這三個我們要怎麼抓 我們要怎麼知道說LMEL SACOMA 這個就是部長的圖影片 我覺得就是一個雲像圖 我們如果你看到這種Central Necrosis 我們大概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而且看到像這種雲像圖 我們大家知道 哇這個就是我們一定會刷去做NRI 送給腐癌科醫生的 但是以部長的經驗 他是這樣講 一個兩三公分的LMEL SACOMA 就長很快 他可能快速長到了大一點的尺寸之後 他開始中間有一些細胞跟不上了 所以他會開始出現 對第一個的Central Necrosis 再長大到七八公分 開始可能出現三四顆四五顆 但是等到最後到十公分左右的時候 他這些就全部會混雜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就形成剛剛的圓像圖 所以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前兩種我們不好抓 這個我們就最常在手術中 我們就把它打成怎麼樣 我們就一般開刀 最後出來是叫做 Unexpective Nutrient Cycle 這個名詞大家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Unexpective 才是我們會遇到的最大的問題 那Unexpective最有名是誰 就是Amy Reed 2014年到20… 2013年、2014年她開刀 我有點忘記她背景 好像是哈佛的一個放射科醫師 那她是這個女生 她老公也是醫師 在同家醫院 那她那個時候也是因為早期的 Unexpective Nutrient Cycle 去做腹腔進手術 腹腔進手術 在美國 他們例行型的全部都是用絞肉器 而且是快速型的那種高轉速絞肉器把它交出來 那最後她是Unexpective Nutrient Cycle 那個東西散佈到腹腔內到處都是 她在2017年5月辭世 她的故事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Unexpective Light Massive Coma 再加上Power Modification 那Unexpective Light Massive Coma 到底機率多高 高不高 是十萬分之一嗎 沒有 她其實高了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2014年7月 4月的時候 我們那個FDA 美國FDA她做出的統計 她從1908年到2014年 她去做大數據分析 Unexpective Nutrient Cycle 351 大概1.35 Unexpective Light Massive 就是剛剛那個Amy Reid她那個 大概是1.500 我們其實主要是擠這個 因為這包含了Casino Sacoma 還有一堆 這個數據大概就是千分之2.8左右 就是我很常跟病人講說 你這個肌瘤去手術 假設說是得到癌症的機率是多少 大概就千分之2千分之3 我們很常用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數據呢 其實真的那麼高嗎 我們要怎麼樣讓她講低 我那個就是大概在FDA的時候 我在當研究員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有幸 跟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在日本去 那時候年輕醫師去開會 那那個時候呢 有一個國際的一個講座 我們這主要的題目就是講肌瘤 那肌瘤那個時候他們日本國內 他的一個數據的分析 他們發覺 unexpected的incidence多少呢 剛講的FDA是352分之1 0.28千分之2.8 日本多少 1681分之1 怎麼會日本這麼厲害 美國這麼弱 大家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 是因為日本他們的核子公證非常便宜 台灣核子公證 你口長得14500塊 日本3000塊台幣 所以日本有個特色呢 他們所有要去做子宮切除前的 百分之百做核子公證 他們做肌瘤 腹腔腔切除前 99.3% 會去做核子公證 所以我那時候 雖然這是一個非官方數據 那我那時候就有個感覺 你只要常看 和那個影像科醫生 一定會變成診斷 就是這種肉瘤會比較厲害 所以他們的incidence就會比較低 這種indespective live mouth 就會變得比較少 那其實核子公證 到底對就是我們的這種肉瘤診斷有沒有效果呢 其實你口長得也有一篇 paper 也是剛剛我們現在海福 我們說的影像 都會請這位林吉進醫師來看 看我們在談對的 包括張廷章醫師賴熊會部長 一起共同在2016年發表這篇 paper 這個MRI真的可以虛分出 STOP中間性惡性 還有Livian sarcoma 那其實就是以contrast的這個來講的話 它的positive predict rate還蠻高的 到了88% 什麼叫positive predict rate 就是我這個檢查說有 你就一定有 那這個就是positive predict rate 那negative predict rate也很重要 就是我這個檢查說你沒有 你就真的沒有 就是以台灣話來講就是準 很準 那所以PPV高 NPV高就代表準 所以MRI contrast蠻準的 DWI T2跟T1分別其實沒那麼準 但是全部合在一起 比只有單純 contrast還準 所以這長根的data 那除了核磁共證以外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這篇 paper很有名 在2002年的時候 這個其實應該有一些數據 因為Livian sarcoma數量都低 所以我覺得它還是有一些bug 它10個Livian sarcoma跟這種 130個良性的腫瘤 但是底結合 rating 跟Livian sarcoma蠻像的 所以它去都做核磁共證 它把核磁共證 加上contrast的核磁共證 再加上contrast核磁共證 再加上一個抽血 叫做什麼乳酸脫輕的這種 一個酵素脫血 抽血 這三個去比較 發覺最後一個它的PPV非常高 幾乎到達百分之半 而且核磁共證 他們也認為說NPP 就是說我說你沒有這真的沒有 也是高達百分之半 所以基本上他們認為核磁準 而且核磁加上這個抽血更準 所以基本上從2002年大家覺得有關 我們有懷疑的 我們就要抽LDH 那LDH不一定代表什麼 但是做了核磁 因為剛剛我們會常說 那我們就可以做核磁 健保我們家可以接受不會核散 而且核磁說你沒有大概就沒有 所以我這邊我這些臨床經驗 還有之前做一些Tissue Retrieval 就是拿解體的 我最後一個感覺就是肉瘤的診斷 他當然到很後期的診斷大家都可以 但是其實很多早期的 我們是用我懷疑來做初步診斷 這也是張廷章部長的一個投影片 張廷章部長跟我之前在做的投影片 其實最後結論差不多 就是如果這種瘤快速長大 那這個我們就要高度懷疑 所以我們要問他的病時 到底是一年前是幾公分 一年後現在幾公分 如果一個2公分變到一個5公分 大家不要想說是不會怎樣 因為2乘2乘2的體積是8 5乘5乘5的體積是125 基本上他已經長大10倍以上 這我們就要高度注意 所以病患能夠講得出 所以然他的病時很重要 還有就是說我們有沒有去給他治療 尤其是一些這種荷爾蒙的治療 我們給他之後他還繼續長 我也預告過 我在我的研究員的時候 做我們病患統計的時候 有一兩位病人就是這樣子 給了GNH還在長的 我們就要高度懷疑他 再來就是說挺清之後 明明就沒有荷爾蒙了 他還在長的 這大概我們就要懷疑 再加上一些影像的配合 我們希望可以把早期的肉群給抓出來 那這個影像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這個我們都知道 但是這幾個 我們會很 是不是很容易漏掉 所以History他的病史 可能比較要問得很清楚 那還有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一些抽血啊 可能就要加進來 所以大概是 我覺得對於一個Sakoma的話 臨場我們去approach 我的 我平常可能會這樣子使用的 第一個我會抽CA業務 知道他是機油還是機械流 然後我會抽他FSH 我知道他到底停進了沒 還有LDH 就是 但不會例行性的抽 但是high risk我就會抽 然後還有我們會做一般灰階鋼的 普通的超營貨 必要的時候 我去去做很棒的 還有核子工程 而且我跟病人講說 核子工程好處就是 他說你沒有 你大概就沒有 然後另外就是 因為有一些Casino散口 病人有些異常出血 如果那你們看到怪怪的話 要去做 也可以做DMC 但是最好的是 能夠做子宮鏡 而且做目標性的切片 就是你切了是很準的 然後最後呢 真的懷疑的話 就是要跟病人講說 不要建議做子宮保養 建議是子宮完整的拿掉 而且放在袋子裡面 把它拿出來 那所以當你這樣子做一個審貝之後 而且沒有做核子工程 如果有惡性引率 基本上 你就會轉給附來一個專家 那但是呢 真的都可以做核子工程 實際上不是每個都可以做核子工程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說這個病人講不出他 技能快的多快 他講不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的影像上沒有很明顯的 中心型的壞子 有時候 剛開始也不知道他技能很大 外面診所可能說小小的 你也覺得小科不會怎樣 你也跟LDH也沒抽 所以 再抽一個LDH他再回診 然後如果有 再排核子工程 核子工程可能要排一個月 這個實際上都會影響到 你最後會不會安排核子工程 那這種不是很懷疑的 你也希望他做自費核子工程 不要跟健保有衝突 但是你也知道 病患有些病患 他就不想做自費核子工程 他覺得說我們還好 所以其實實際上 真的不是連病人都可以懷疑做核子 都可以讓你懷疑到 真的去做到核子工程 所以我覺得intra OPS 是非常重要的 那真的很懷疑的病人的話 我大概會做的有點類似 像是內部癌跟子宮頸癌的 類似混在一起的 就是子宮頸癌的話會先把 因為我們怕他中間 從子宮腔露出動氣 尤其你在子宮動來動去的時候 所以子宮頸癌會先把他關起來 用風險關起來 而且手勢當中的時候 不希望有uturing injury 我今天會省掉幾個頭影片 那個頭影片是說 其實不管是腹腔戒 或者是開腹手術 你只要再拿解這個過程到之後 你把腫瘤劃破了 讓裡面的juice 就是裡面的惡性的質疑露出來了 其實都會造成癒後差 還有他的recurrence rate差 尤其其實只要是開腹的 或者是腹腔戒的 如果是用那種高轉速的 他轉移 通常就是裡面到處亂轉移 但是如果他是低轉 就是你只用手切的 其實他只要肢翼露出來 他在你腹部的tough 就是硬到短 也是會容易轉移 那所以說不要傷害到子宮 然後而且你不管是做什麼東西的話 我會一定會用袋子把它抱住 然後最後會送frozen 然後會解釋說 有可能要再做第二次 因為frozen不一定準 那術後 我們剛剛講術前可以做 術中可以做 術後能做什麼 沒什麼可以做 術後就起到而已 因為子宮肉瘤呢 育後真的太差了 對化療放療其實都沒什麼效應 我跟你們分享一下我慘痛的經驗 這是一個五四歲女性 她已經挺心兩年了 她其實就是挺心後出血過癌 我就認為有可能內膜癌 然後外面診所說 就一個極限瘤 大概六公分 然後也沒有其他的一些特別的病實 那CE我抽沒怎樣 但是那時候因為她 也不知道她是什麼樣的狀態 所以也不知道她的就是 就感覺是內膜癌 所以我LDH當下沒抽 然後FSA38接近挺精 加上病實它是挺精 子宮鏡我就做進去了 因為子宮鏡 超音波下就看到 有些好像內膜很多東西 我繼續做 而且我還是有Party Biopsy 然後最後她不做那個核磁 那可以看一下超音波 超音波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好像內膜的東西很亮很亮 我覺得一開始我直覺認為 可能是內膜癌 結果進去也沒有傳統內膜癌 該有的那種FERENDURAL Tissue 都沒有 就是壓力科 好像是一個MIOMA 但是又黃黃的 我就做零還蠻打快的一個Biopsy 那Biopsy做完後 病理報告已經說沒事 只是說Necrosis 那但是我剛剛講 這真的怪怪的 你做個核子廢的核子 她就不要 她是一個原住民 那而且她就是想要趕快說 趕快手術趕快手術 所以那時候我也沒有再抽 有Dissue沒有再做MRI 那時候我剛剛講說 我把你當癌症來開刀 我做的是腹腔鏡的子宮圈接觸 也把子宮檢先關起來了 四個洞打進去 然後而且我看到肚子都是光滑的 沒有任何CD 那子宮的話 滿大的16公分大小 那而且我最後 真的是把它包在袋子裡面拿出來 就是 就是 不好意思 我的 那個 手術的影像 手術影像哪這樣子 這個大子宮 肝臟那邊P 都是光滑的 我真的包在塑膠袋裡面 大的塑膠袋拿出來 而且塑後 我沒有看到任何東西的任何侵犯 Pasage Liamina Sacoma High Grade 那個剛說大於10就是 它是25 它的有時分別超厲害 但是所有的內膜、子宮頸或者是軟巢、塑膠管 都是沒有癌症的 所以代表說 我在子宮腔內切的那一塊其實沒有癌症 那只是一個可能掉出來的肌瘤 或什麼的 然後很慘的是 它的ERPR都沒有 所以也沒有辦法用荷爾蒙治療 那塑後雖然這X-ray沒事 但我們塑後再做它的CT 哇 整個Lang就有 就有就是腫瘤的狀況 所以真的去做了CT-Guy-20 再加上接觸 真的是癌症 而且Martial Negative感覺還好沒事 但是呢 我們四月、五月多把Lang切完之後 雖然七月說沒事 八月也說沒事 但是十二月它就開始喘了 然後再去做CT 整個Lang又都是Limino的Enlargement 然後說 一直到 它在今年就是上個月三月 它就Critical AAD 就是它整個肚子都是腫瘤專一 然後最後就Critical AAD 應該是我想 不敢打電話去問它啦 但是我想應該是已經到了死亡的狀態了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雖然已經做了Bake Protection 已經做的感覺已經很有信心了 其實肉瘤它是一個轉移速度非常快的 我們大概是一個海浮醫師的角度來講 它就是你不要把肉瘤沒有抓出來 然後去做海浮 然後到它的治療了 所以只要你術中有放了個袋子 然後而且還滿確定的 大概自己心安理得睡著著 大概我感覺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的感覺就是肉瘤是我懷疑來初步診斷 肉瘤建議要抽血加核子公正 但不是每個病人都可以做 所以把我懷疑的腫瘤就當成肉瘤來開刀 那這是最後的take home message 就是懷疑就是剛剛講的三個 然後routine LDA 如果你們有懷疑的話 Centronicrosis 我們希望能夠打這個expect 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各位 謝謝郭醫師的演講 還有一些時間 不曉得在座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康門講到請教郭醫師的 謝謝 謝謝郭醫師非常精采的演講 我感覺張部長沒有來是對的 你講的選擇是比他還更好 因為張部長是我高中同學 也是我可以開他玩笑 他也常常開我玩笑 那真的他今天是因為 他真的答應來 他今天在台北召開那個精準醫學醫學會 他是理事長 那本來他是兩門跑 可是不幸他的秘書長 發生一些狀況 他必須留守在台北 所以真的 可是我沒料到 找到一個更強的高手來 這麼厲害 對 那我真的真的 非常很好的學習 但請教一下說 你們routine 對於懷疑sacoma的case 多抽FSH嗎 因為其他都是為了cancer FSH目的就是要知道是不是挺進的 是不是 還是還有別的目的 那如果說你是幾歲以上之後 難道一個人 比方說只有30歲你也可以要抽FSH嗎 你們routine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沒有再抽FSH 就是沒有routine抽 不曉得長根目前是怎麼做這一項 FSH這項 回答理事長的話 其實也沒有說長根有一個routine 而是說就是認為這個病人 有可能需要開刀的FSH 就會列入一個考量 因為我們有婦女有分主要三期 一個是生育期 一個是premenopause 一個是menopause 其實E2在生育期會很高沒錯 但不要忘了 permenopauseE2會生的也很高 因為我們FSH會以為 那個E2已經下降 FSH它會hyperstimulation 所以那時候E2很高的情況下 很多的腫瘤 都是在permenopause的時候快速長大 病人就在這個情況下 來醫院做諮詢 然後到底要不要開刀 所以其實大部分都是落在40歲到50歲的狀況 那這種的話就很需要 尤其在中間這一塊 你要知道說它是偏後面一點還是偏解密一點 如果偏後面一點已經是要挺筋了 基本上我就打藥挺筋針 讓它不要開刀 是我們的主要減少病患開刀的狀況 那如果它這很前面的 我可以跟它講說 你大概還有多久會挺筋 那這個症狀我也可以持續的話 我們就觀察 所以這可以對病人做一個consulting比較盡準 那更重要的是尤其在接近要挺筋到挺筋的那個時期 我覺得更重要 因為你搞不清楚它是更年期異常出血 還是挺筋後出血 所以這會變成說FSH是針對一個病患很嚴重 尤其已經外面診所說建議開刀 來這邊做諮詢的時候 FSH是我認為要諮詢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我們也有這樣的分享 謝謝各位師 喔 自己也有點問題 就是說 如果從放症課的角度裡面的話 我們平常在會留意到的是 肌瘤的訊號強度嘛 然後有沒有一些hyper-vascularity 那其他像是 流氓碼碼碼的位置 甚至於說 到底有沒有貼近一些骨頭的腸子 這些是一般你們常常會 那些報告會特別 就是說 對於海服的病人 會特別留意在哪些部分呢 其實 就是因為我們大部分 現在做的 我送去的核子公證 出來幾乎都是良性 所以 因為Liamasa真的太少了 而且像我這個Case 我自己也漏掉做了麻 所以真的我還沒有碰過 我在我手上 我覺得是Liamasa 而且轉去做的 那其實大家可以想像 那種Case 基本上是容易到每個人都會的 那容易到每個人都會 也會發生供孤 就是 我這個基隆 在這個禮拜才有一台刀 就是 他從子宮的中段 長了一個pedunculated 就掉出來那肌瘤 那個肌瘤 那個肌瘤 因為很 就在Cudessac 在磁場旁邊 他跟磁場貼很近很近 幾乎壓著 然後他的中間有很明顯的 Central Ecosis 還有概化 我就要去做核子 核子的報告就是說 Highly Suspective Liamasa 就認為是噁心的 這個的話 我就轉給陳薇菌醫師等等 下一個會講的陳薇菌富海克醫師 來做手術 然後那個 但是跟各位報告 手術完 雖然我們的 Final Passage還沒出來 但是冷凍切片出來 就認為就是脊瘤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腫瘤呢 他因為是pedunculated 所以他血管比較薄弱 只有Stoke那邊的血管 所以他很容易Central Necrosis 那他跟職場的位置貼得很近 壓得緊緊的 所以報告就想說 他的報告是這樣講 就是Suspective Invasion of Rectum Sexicmodic colon 所以這是良性的 也會mimic一個惡性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重要 不是說核子醫師他打錯或怎麼樣的 而是說核子的重點就是說 我說你不是你就不是 而不是說我說你是就是 對吧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重點就是說這種Case 我們能夠抓得出來 去做核子共證 核子共證告訴我們 是機率高或低 然後我們來當解險生 轉給福安科醫師 還是自己處理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至於真的 沒有辦法回答座長的 是因為賴賴賴薩做核子 真太少了 好 謝謝葵醫師 那事件的關係 我們大概這張就close了 那我代表學會辦個 感謝長的葵醫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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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上 原本11點是我們的Coffee Bread Time 那因為我們中間還多穿插一個主題 那大家再多等待10分鐘 那我們再次邀請我們台灣複合海服治療醫學會的理事長 鄭成傑教授擔任我們的作長 那同時我們邀請我們的主獎人